澎湖機場入境快篩站在明天啟用 鼓勵到澎湖的民眾 配合免費的自願篩檢 澎湖縣府也要求所有入境澎湖的旅客 填寫健康聲明卡 進行十四天的自我健康檢測 每天量體溫並免外出 澎湖縣長賴峰偉也表示 快篩的過程大約二十分鐘 可以換來澎湖 兩個月的平安 臺灣本島疫情嚴峻 外島澎湖也嚴陣以待 所有旅客到澎湖機場 就會被要求填寫健康聲明卡 請你先看一下 這是健康檢測所需要的一個 好啦 我有問題 這張照片給你 入境之後還得進行十四天的 自我健康檢測 每天測量體溫盡量避免外出 而機場也設立了快篩站 二十八號正式啟用 我們要道德欠說 二十分鐘換回來澎湖 兩個月的平安 這個一定要講 澎湖縣長賴峰偉更親自 坐上民眾採檢區體驗採檢過程 確認動線是不是流暢 這麼小心就是因為澎湖 現在還是零確診 看到臺灣本島確診數飆高 衍生出的後續問題更是難解 澎湖縣府打算從源頭防堵 不讓社區感染噩夢在澎湖上演 華視新聞盧論張正傑陳能正澎湖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 我們下期見到